號稱六都最優惠的高雄社會住宅 到底多優惠 而且呢有多少人來碰運氣 接下來時間交易平均 好高雄首座的新建型設宅 凱旋青樹已經申請入住了 而且申請的狀況是相當的踴躍 一共呢是交租了兩百四十五戶 而這房型的部分呢 一房型總共一百二十七戶 二房型九十九戶 三房型十九戶 不過呢是高達了三千四百一十一戶 來申請 這個中籤率只有百分之七 那證取戶最快今年六月就可以入住了 那根據高雄市社宅出租辦法規定 這個簽約一起呢是簽三年 那是可以申請續租的 在租賃期屆滿的前三十日 如果你是符合承租資格 而且沒有重大的違反這個租賃契約的話 就可以續租一次 也就是說呢 中籤的人最常是可以在社宅住到六年的 不過特殊情況 如果你是經濟或是社會弱勢的身份的人呢 就可以延長為十二年 而在租金的部分 凱旋清數其實也是相當的優惠 這個社宅的租金呢 將介於三千五百元到一萬七千兩百元之間 是六都當中最便宜的 不過帶你來檢視 全台社宅的數量 像是台北市的達成率是百分之七十八點六 是最高的 不過這個房價呢 跟租金的負擔也是全台灣最嚴重的地方 那在高雄的部分 達成率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五 是最低的 是跟中央的標準 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社會住宅聯盟也指出 社宅在下個階段也會面臨幾大的課題 包括是如何在房價高漲之下 要來加速新辦 另外除了提供社宅的硬體 民眾最關心的住得起跟住得好的問題 也是關注的焦點 那內政部長林又昌也承諾了 會檢討社會住宅的租金分級收費原則的草案 要定出可以負擔的租金原則公式 現在地方跟中央也在協調中 希望能夠訂定一個中央跟地方的統一收費標準 那最新就是會針對一般戶 社會弱勢戶跟經濟弱勢戶 分別依照中股屋的市價 打上八折、七折跟五折 那這個收費標準 也你在下半年就會提出